现在要先来关心一下这台风的最新状况 目前的台风预计就是在这个时间 它会暴风圈就会来碰触到台湾 而目前在首当其冲的花莲 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外场的连线齐如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目前在花莲市区可以说是无风无雨的情形 似乎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 透过画面你也可以看到 目前在这个花莲市区 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出来逛街买东西 而店家也是照常营业 不过店家也反映说 比起过去假日的这个生意的确有比较差 大概少了将近两成 因此店家也利用空档来做这个房台的准备工作 我们带你来看稍早的这段画面 很怕台湾太大然后随着拆招牌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 把坎棒拆掉 没有就是把它固定固定好 没办法拆的就把它先固定好 就这样子 每一次台风来都会这样子吗 几乎啦 几乎啦 店家要求的吗 对对对对 店家要求的啊 所以现在这样拆了多少 今天吗 今天八点开始拆差不多拆了二三十片了 好有的店家呢 是拆除比较大的看板或者是固定招牌呢 就怕这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呢 这些看板或招牌打落会砸伤民众呢 其实呢今天花莲县政府在晚间宣布了 今天晚间停止上班上课 不过呢目前看起来花莲市区的天气还算平静哦 也要提醒民众赶快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做好房台的准备工作 好的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金头交还给民众内主持人 好的我们刚看到是花莲的状况啊 目前呢这个花莲呢整个是没有什么风雨哦 不过气象局是提醒了 从今天晚上啊 越入夜这个风雨会越来越大 而预估呢影响最大呢 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一整天啊 其实全台湾都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气象局的一个下面这则VCR 中路台风凡纳比已经一步步接近台湾 目前位置在花莲正东方340公里海面上 也每小时15公里速度往西北溪移动 气象局在昨天深夜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今天清晨5点半再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预估最快今天晚上8 9点左右 暴风圈就会触碰到台湾东部陆地 整个气急暴风圈我们预计呢 在今天8 9点过后一直到凌晨这段时间 是气急暴风圈会够到台湾整个东半部这个地方 包括基隆北海 宜兰花莲 甚至台风台东的部分地区 气象局表示凡纳比环流结构相当扎实 进中心最大风速增加到每秒43公尺 相当于14级风 瞬间最大阵风更高达每秒53公尺 相当于16级风 而且暴风圈还有不断增胖的趋势 因此全台都有机会出现强风好雨 尤其现在刚好是中秋大潮 西半部沿海地区一定要沿防海水倒灌 19号一直到20号也正好 这个时间是自逢大潮时间 所以在西南部沿海地区 低洼地区也要盛防海水倒灌这种情形 随着台风圈逐渐逼近台湾本岛 今天晚上开始各地风雨会越晚越大 尤其是入夜以后到明天清晨 气象局特别提醒中南部 巴巴水灾重创地区一定要注意风雨威胁 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赖水民庄志诚马台新台湾报道 好的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这次的雨量是大约在600毫米 而在山区的部分正式可能会到700毫米 如果台风它的速度变慢的话 雨量还会在上修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台 而现在在基隆的状况呢 目前的风浪状况怎么样 我们要领先记者 请惠玲告诉我们 惠玲 现在在这个基隆地区呢 是没有出现这下雨的情形 不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在这入夜之后 风势是越来越强大 那在这基隆八斗子的这个渔港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渔船 都停靠在这港边要来躲避台风 那渔民们呢也都是在岸上呢 打算这一整夜都守在这边 来看守他们的渔船 那透过这稍早的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下午开始呢 就有很多的船只赶紧 从这外海返回到这渔港 不仅呢 赶快把这渔货下下来呢 也用绳索把这个船只给固定住 以防说在这台风来袭的时候 会造成损害 那另外呢 在这东北角的海边呢 从白天开始 其实海浪就已经是非常的大 那海浪还不时都会打到这岸上来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民众都是到现场去观浪 为了避免这个有意外发生 海巡署人员呢 是赶紧到这现场去做劝离 并且呢 把这海边呢 比较危险的这风景区 是拉起了封锁线 来管制民众的进出 那虽然现在这个基隆地区 是没有在太大的个风雨的情况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一定要随时来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 来做好防台准备 那以上现场做新情形 把时间交换棚内 我们看到了分别来自基隆 还有花莲的状况 目前是没有什么风雨 不过呢 这个今天晚上入夜之后呢 风雨是会变加强变大的 请大家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 我们再回到现场的讨论 我们继续要请教林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就是说在这几年 其实台湾的基本工资 您提到了可能就是 在国内企业 因为还有出走的选项 所以当然呢 国内劳工的条件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的 不过这一次如果调涨之后 其实对企业来讲 对资方来讲 它的一个成本增加 真的会增加非常大吗 我想整个 你刚刚讲看各国调涨 基本工资的那个速度 其实台湾很慢 台湾很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资方这一次 当然我们的资方 它的社会责任 在全球排名是忠厚的 那我是先不讲这个 资方为什么反对那么厉害 其实最大关键就是 第一个我们全球化以后 因为厂商大量外移 所以我们的国内工作机会 增加不多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从2000年以后 其实我们在亚洲四小龙 我们的民间投资 占GDP的比重 是在不是第三就第四 最近几年都是第四 那你想想看没有民间投资 然后如何能够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所以资方在这个时候 它的发源声音很大 反正工作机会就那么少 那你要不要 再加上政府推动 所谓22K专案 22K下来以后 所有的这个出入这个职场的年轻人 他都是用22K开始起薪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个政策里面 他没有考量到 第一个 马总统既然讲 你今年是投资台湾年 可到现在 台湾投资 民间投资率还是没有办法起来 问题在哪里 我没看到的检讨 第二个 你在这个处理这个基本工资的时候 你没有顾及到 也没有去了解真正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感觉 这个政府在这边 他对劳工 其实他是对不起劳工的 他在整个的决策 我觉得太偏财团 因为想想看 劳工 他基本上他发生的机会 发生的管道很少 他大概只有罢工还有什么 他跟政府官员也没办法接触 但是资方的跟政府接触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稍微要平衡一点 我觉得政府最近的很多财经的决策 他都失衡 太偏重劳方 没有顾及到 那你想想看 我们台湾的经济是有成长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师之心之所得 已经倒退13年 倒退到13年前的水准 这种分配的问题 假如没有办法解决 很多人民他希望 让政府采取比较激进的政策 能够对资本家克更多的税 其实这有爱经济成长 不要只看眼前很短的一个资方一反对 你那个老委会就好像变成一个病猫一样 也软啪啪的 我觉得这个对不起老公 是 欣老师我们再看就是说 到底为什么就是政府在整个调账工资的一个态度上 也许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比较偏向于资房 这点我大概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把基本工作的调长 跟乡林所提到的对劳动者的生活保障 我们要做点区隔 我想台湾最近在解决 就像刚才那个林老师所讲的 因为全球化的影响 我们的工作低性化的问题非常严重 工作贫穷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用什么方法是最有效的 也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 因为老公团侠所提出来的那个X2K 是以那种所谓的 低收入户的补助标准来看 当做一个基准来谈的话 如果把基本工资定在那个地方 代表的意涵就是说 我们要把对工作低性化 这种工作贫穷的问题的解决 完全加注在雇主身上 我觉得我们要把基本工资 它代表的是一个市场薪资的一个管制 一个政府的介入 它跟社会福利政策中间要有点切割 也就是说我常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要解决劳动者的生活保障 不能把它的责任完全加注在企业身上 政府的角色在哪里 所以事实上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说 如果基本工资不能调长 因为全球化因为什么原因 不管不能调长的时候 我们更期待看到的是 政府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不大认为说 在目前这种全球化竞争压力底下 我们可以把对劳动者的生活保障 透过一个基本工资的调长 一定一次就解决 一定一次就解决 就解决了